二 一 三 三 三 四 原師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後學登到天安詩的老師來全能大德 原師的後愛及各位講師的 應該算是給後學支持 讓後學講這場課 原本上後學師今天 其實應該沒有跟各位姐姐 應該算是後學的後面是幾次高分 有所要講這場課 那現在今天非常要站到 澳門姐姐的 應該算是這種武器姻緣 然後是有這個機會 來跟各位分享這個 生活營養 我們今天說 第一個 大家都怕肚子餓了對不對 肚子餓就想怎麼樣 對 所以 肚子餓了 第一個 肚子餓了再說吧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說 所以話說 第一個 不肚子 第二個才會想到 想到 第二肚子餓 第二肚子餓 可是呢 我們修到動詞當中裡面 除了我們要修到之外 要過好自己的自心所住啊 我們的肉體也怎麼樣 也是要稍微要注意一下 老先生也說過了 曾經說 身體不好的話 很難休息的 畢竟呢 沒有健康的身體 你想很多的理想 沒辦法做 就像現在 如果身體過好了 你想要出來 可不可以出來 沒有辦法出來 所以呢 才是要 有健康的身體 我們才有怎麼樣 有體力才能夠運作 這些健康的身體 它必須所要的 生活跟營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們今天來講的 生活跟營養 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課題 但是在身體健康 跟不健康 並不是本身可以決定 請問一下淺嫌 你生病 可以自己控制嗎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對不對 可是像一些這些 這些呢 可能有的是 因為個人的姻緣 有些人會生到這種病 有些人不會生到這種病 可是呢 會生到這種病的話 可能就是一些自己的什麼 姻緣火爆 所造成的 對不對 欸 欸伯伯 一樣我吃這個東西都可以 為什麼 人家他是 憑兩個人同時吃一樣東西 可是呢 這個人我 他吃了沒有吃 可是我只吃了 就怎麼樣 就我餵餅你了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所講的 姻緣火爆為例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部分裡面呢 我們要先講到說 欸 有這個胃病之後 我們可以掌控的部分 就是要怎麼樣 自己去掌控 比如說 我們可以吃的 我們就吃 我們不能吃的 我們自己就不要去 這些 糖尿病的前線 你們知道可以吃什麼嗎 糖尿病的前線 他不能吃太多的糖分 對不對 吃了太多糖分又怎麼樣 血糖不要高 對他的身體就比較沒辦法照顧 對不對 所以呢 很多人要因為自己的身體 來怎麼樣 調整自己 不是說 你可以吃 我也要可以吃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要自己 要了解自己本身身體 所以呢我們有時候真的是 就是我們說 如果自己沒有精力去做到 那你要求天幫忙 可以嗎 不可以的 所以呢 我們說的 所謂的精神勢而拼天命 所以這個健康呢 我們必須要具備的條件 或許呢 把它歸納為四個 第一個呢 就是要有均衡的營養 第二個呢 是適當的運動 第三個就是要有正常的作息 第四個就是我們要有穩定的情緒 這四個部分來做一個講解 第一個呢 我們來先講到是均衡的營養 我們呢 有這個肉身 所以呢 我們還是要吃東西 所以呢 要維持身體的運作呢 要維持身體的器官 這些運作呢 我們就必須要有這個 要養分來供給它 所以呢 我們裡面 身體裡面有五臟內股 這五臟呢 包括了我們實心的有肝 有心 有皮 有肺 有腎 這五臟我們稱為五臟 肝 心 皮 肺 腎 身為五臟 那六股呢 我們講的六股就是 膽 小腸 胃 大腸膀 跟三膠 這就是所謂的六股 這六股就是空的 就是空心的 所以我們說它是一種是 五形的 那它們水運用的 你講分都不一樣 可是在我們的食物上 有分為五種 我們平常吃的五大類 我們五大類有 五股跟筋類 蛋豆奶類 然後呢 水果類 蔬菜類跟 脂肪類對不對 油脂類就是脂肪類 那我們知道這些養分呢 我們細分會說 這些養分是從 重險是哪些東西呢 我們講的 這 五股 五股呢 它是重要的是給我們 重要的是那個 澱粉 澱粉呢 它重點就是給我們一種熱量 它能提供我們的熱能 所以呢 這五股是很重要的 再來呢 蛋豆奶類是屬於蛋白質 蛋白質呢 也是調節我們生命上的雞呢 再來就是我們的水果 蔬菜 水果那一根蔬菜類呢 它非常多的維他命 還有一些的 紋生素 胖物質 再來就是我們的油脂 油脂就是給我們促進 循環生長的部分 所以呢我們只能講到這個 營養部分呢 我們所講的 在這裡面 如果我們 吃的時候 如果照我們講的 現在 中國人非常的聰明喔 他們所講的 我們說現在目前裡面 什麼菜最好吃 我可以選 現在 現在是呢 我們特價人比較重餐喔 呃 現在做的什麼菜最 最好吃 高麗菜 過期了 現在是豆子 濕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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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期菜這些對不對 好 所以呢我們也知道說 這些菜呢 其實 它這些菜類跟四季裡面的 四季春夏秋冬 跟我們他所種的菜類 都有它的相關性的主要功能 像比如說 夏K的時候 KC很熱 它就會有盛產什麼 西瓜 對不對 好 那呢 冬天的時候會盛產什麼 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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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吃太多了 所以它必須要用橘子怎麼樣 去 去嫁回去 夏天呢 是因為天氣太熱了 它必須要用西瓜來怎麼樣 調節一下 消水 所以呢他們有四季 它都有四季有配合的 所以很多很多人 它為了重視它的營養 結果呢 就吃了非常多的維他命 有沒有 很多人說 我好像這個吃的不夠 我就必須要補充什麼維他命A 維他命D 維他命C 然後到維他命D 對不對 然後到意思了 聽說啦 因為後學上次有聽到那個醫學報導說 素食的人呢 他缺乏維他命B12 12B群 所以呢 很多錢你們就會兩塊 吃素的錢就會兩塊去醫藥房裡面 買給他便宜吃了來吃 對不對 對嗎 好 各位錢品人知道嗎 後學有一次去參加那個 軍家照顧的課程 上來兩個月 結果我們軍家照顧有位 有位營養師 是非常有名的營養師 他說這些 這些營養呢 其實來講 從我們日常生活當中裡面 吃的食物 你懂得 你就可以去調解 其實要吃天然的東西 會比較好 那先吃了這些的 維他命A 維他命B 維他命C 維他命D 這些東西之後呢 他會把你本身應該有的 什麼東西 他本身應該要有調解的那些的功能 慢慢的把你縮減掉了 所以很多鞋鞋會 乳蔥維他命A 我膝蓋不好 蓋子不好 我就多吃了 蓋片 或者鐵紙 對不對 其實我們大量的吃了那些東西 都會排解掉 化解 會不會把我們原來的蓋子 也會把它消失掉 所以呢 就產生了 我們蓋子還是缺乏的 所以呢 很多的吃了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現在不是在批評 就是說大家做個參考 有的吃些不一樣品 其實不要 應該是不要過量 今天過量的話 反而是你對你自己本身 應該要製造的調解平衡 會失去他的功能 就相當很多錢 其實他的那個 什麼東西啊 就是他本身 後續來講個例子 後續的女兒 他從小就是異形的那個叫做糖尿病 糖尿病就是他的那個血糖過高 他平常飯前都是在二兩百 飯前喔空腹都是在兩三百 飯後如果是沒有打一個老數的話呢 他是在四五百 應該算高 他是在高筒的那個標高上面去 剛開始的時候呢 他還是可以自己運作的 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剛才發現的時候 習慣他怎麼馬上瘦小 瘦小之後呢 就讓他去檢查看醫生 他是在標準範圍 超高一點點 那等於算是說 他是屬於是 應該算是 剛開始是出飯 結果後來呢 他就說那你先吃了藥 吃了降血糖的藥 結果吃了超一段時間之後 他說 在三個月他會循這群嘛 三個月之後再去檢查之後 再去量 結果他三個月之後呢 他會習慣你的藥物沒有辦法 他就必須要再打一道素 結果打了一道素之後 到後面 其實到後面的時候 到最後的時候 都必須一天要打兩次的一道素來控制 附學一個人 像先生孝雄 他有一次很反彈 他說你本來孩子可能 自己可以 本身自己可以生產一道群 可是呢就是因為打了藥之後 把他的那個 陰道素過多 把他的那個功能 把他怎麼樣 本身自己功能就把他點 應該算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就等於是停止作用 他的功能是上失了 所以到後面他本身自己的胰臟 他不會自己分泌 胰島素出來控制 那後來呢 現在必須要長期的靠胰島素 這後續為什麼要提出來講 因為後續本身 家裡就是一個很活生生的禮子 所以齁 有時候前血各血腺 如果真的是有什麼病 請各血腺記住 有些真的藥物 因為後續那一天去 專程在那個化學 因為我們打的都是一些化學藥物 所以那化學藥物 那你現在吃 你五年後還會殘留到你的身體裡面 這些化學藥物 五年還是會殘留在自己的身體裡面 所以呢為什麼很多先生說 為什麼我看洗衣 好像病馬上可以跑 可是你要想想看 他的後骨非常的嚴重 這就是後座用 後座用非常多 有一次後學就活活生病 就去看醫生 他就說 欸 後學如果他說 那請問醫生 我這樣 你這個一種不是藥劑很重嗎 那真的是 真的 真的對他來講有什麼幫助嗎 如果你現在不打 你就是看他死亡 那你打了一定會有後癮症 那我現在只能 應急目前裡面的重病 我才有恩師 那你如果是覺得不行 他就回家吧 他就跟你講 可是我們人心總是不忍 好吧 反正 反正真的是重病了 我們就讓他去醫院 也是要慢慢讓他能夠怎麼樣 享受案例 這就是我們後面 後輩的人的想法 雖然這些我們想想說 有些營養師 或者是有些脈絞的人 他會推廣他的維生素 維生素 如果他不推廣的話 那些的東西怎麼賣得出去 各位錢錢 如果他告訴你說 他這些東西都沒有後癮症 請問各位錢錢 你該賣嗎 這樣吧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有時候真的 如果是相信的營養師 或者是一些的維生 這些的話的話 可能我們也是真的 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我們就想要說 這些如果一天到晚 都是聘營養師的調配 然後我們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就聘到營養師這樣做就好了 可是呢 我們來想 並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的老祖宗 我們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歷史 所移存下來的一些的 醫學跟精神是真的是有根據的 所以簡單而根本呢 就是因為我們考量到說 我們人一出生要不要呼吸 因為我們都是在呼吸對不對 呼吸當中裡面呢 我們都還是在這個氣體當中裡面 所以呢我們如果三秒鐘 沒呼吸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三秒鐘沒關係吧 五秒鐘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十秒鐘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像你不要呼吸 三分鐘有沒有關係 有了齁 那呼吸就真的是 照我們 跟我們來講真的是 蠻稀稀相關的 所以我們都是在這個氣體上齁 照我們來講到這個氣體 就講到我們 我們在 道學 就是我們在講的 老母宮的古希 當中裡面 他會講的這 五行有幾個 同學在太極圖裡面有講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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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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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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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很奇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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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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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这个时候 我们讲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就是会 感谢观看 我们的 你看看 什么样子 我只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知道 我们是 我们是 然后 然后让你的心能够传定下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讲 如何让自己的心能够静下来的那种 第一个步骤 再来就是 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心能够平静下来的时候 然后让懂得去反行自己 然后慢慢让你的智慧能够开出来 那我们能够说 可以慢慢的 让你的事情清楚厘清之后 这个对跟不对 对大家是有利 才是怎么样 还是不好的 我们自己把它披护起来 所以我就是以好的温宿 然后去做 这样就对了 好 那候群呢 拉拉扎扎想到这边 谢谢 差不多了 那今天所讲的这 生活营养 重点就是让大家能够有愉快 让有这个健康的生平 才能够怎么样 能够往下奥地说起 好 谢谢各位 谢谢